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坎实践 今天我们又到了周日问答这个时间 那么今天呢,我选择了一位来自于中国河北的新移民的问题 这位朋友呢,来美国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据他透露,他来了美国之后呢 在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挫折 因为他的语言,他有这个,英文不是很好 有这个语言障碍 所以呢,他一度陷入了这种紧张和孤独的这种状态 他就在这个私信给我 就是问有什么方式或者是方法能够帮助他 这种状态对于很多新来的移民来讲 是并不陌生的 包括我自己刚刚来的时候 也会时常面临这种紧张 或者是觉得孤独无缘 或者甚至抑郁这种情况 时常会出现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非常正常的吧 因为咱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 来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当中 很多朋友呢,他并没有认识太多的人 出现这种状况呢,也是正常的 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十个比较具体的办法 也许能够帮助这位朋友呢 尽快的适应美国这个新的生活环境 其实对于语言能力差的朋友们来讲 无论您的岁数有多大 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这个语言 我们要想入乡随俗的话呢 就必须要能够掌握最基本的日常对话 这个对于你找工作来讲 也是有所帮助的 那么怎么学这个英文 我在过去的这些节目当中也曾经谈过 大家可以翻我过去的这个节目 就是说,学习英文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一个捷径呢 就是天天的要打开这个英文节目的这个电视 无论你是看视频也好 还是看电视也好 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到社区 社区学院里去学习这种免费的英文课程 尽量的能够在日常每一天当中 能够接触到一定的英文 因为学英文它是需要语言环境的 要训练你的耳朵和嘴巴 要不要害羞 学多少就要说多少 这是第一个就是语言 第二呢,因为你会感到孤独感 你觉得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那么你就可以去多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 无论比如说你是从哪个省来的 或者哪个市来的 实际上在美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多这一类的 无论你说是通乡会也好 或者是商会也好 他们经常在节假日的时候会组织一些活动 那么这些活动呢 他都是非常欢迎这个来自于同一地区的这些乡亲们参加的 那么你在报纸上啊 甚至上是这个微信上啊 都可以留意到 所以呢 参加这一类的活动呢 会帮你开拓这个人脉 同时呢 也能够解决你的相仇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有这个这个啊 过去也有朋友问啊 就是说因为出现这种状况 他很有可能 产生了这个抑郁症啊 如果真的是到了那种严重的 比较严重的地步的话呢 要缓解你的心理压力 最好还是能够找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 实际上呢 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的中国城 他都有这一类的社区的这个卫生机构 基本上都是免费 你打电话去询问 可以跟他们讲一讲自己的情况 然后他们会给你介绍一些 医务工作者 通常这些都是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 能够为你解答一些问题 那么第四个方法呢 当然了 这也是我们普遍应用的方法 就是说保持和家乡亲人朋友的联系 现在已经很好了 有这个微信 可以打微信电话 对吧 视频等等 那么在我当时来的时候 我只能通过书信的方式 你想想写一封书信 那是多么的麻烦 那个是35年前了 所以呢 和家人保持这个沟通 可以缓解你的孤独感 那么第五呢 就是参加兴趣小组或者是俱乐部 比如说 你要是喜欢烹饪的话 你可以在当地参加一些烹饪的俱乐部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这个兴趣小组 或者是俱乐部 其实这个是非常多的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这个兴趣爱好 无论你是说参加华人的也好 还是参加老美的俱乐部也好 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结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那么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呢很有可能会给你一定的帮助 那么第六呢 就是有规律的这个锻炼 通常我们在面临这种紧张孤独感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很难散 因为我自己就经历过这种事情 所以呢 定期的进行一些体育活动啊 健身啊 跑步啊等等啊 都会能够这个减缓这个压力 和改善这个 改善你的这个心情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啊 那么第七呢 就是要尽力的去学习这个当地的文化啊 无论你是是在德克萨斯州啊 或者是在纽约州啊 甚至是在其他小的地方啊 融入当地和融入和学习当地的文化非常的重要啊 那么啊 我们跟这个 比如说啊 这个参与华人的活动啊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也不一定要刻意啊 就是说 非要去参加华人的活动 我们也可以考虑啊 尽管这个语言可能有一定的障碍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争取跟当地人交流啊 因为只有跟当地人交流 你呢 才能够了解和学习新的文化 同时能够帮助你 提高你的英文的学习能力和表达能力啊 甚至很有可能啊 会有人帮助你学习英文啊 我记得啊 我老婆来的时候啊 这个英文几乎是 从国内来的几乎是零 那么其实对于他来讲啊 我就给他出了两个方法 第一呢啊 就是去社区学院啊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带他去社区学院 学习免费的英文课程 第二呢 就是去教会 教会里有很多老头老太太啊 特别是那老太太 特别的热心啊 就愿意协助他 帮助他学习英文啊 同时呢 还经常来窜门 或者是邀请他去到老美家里啊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啊 很快啊学习和当啊和当地人交流的这种一种方法方式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尝试 而不是说把自己一定要陷在这个华人的圈子里 那么第八点呢 就是参加志愿服务啊 其实美国的志愿服务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 那么这种服务呢啊 来自于华人的社团啊 就是慈善机构啊 也有是这个啊 美国人的啊 那么说具体点 这种志愿服务有很多 比如说当地的这个无家可归的这种庇护所 或者是当地的小动物的这个保护中心等等啊 这一类的非常多啊 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当地来寻找或者是讯问身边的朋友啊 其实这种志愿服务啊 它并不需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 但是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结交新朋友和提升你个人价值感的这种啊 一种的好方法啊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 那么第九呢 就是还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啊 因为啊 从国内来的很多朋友啊 我都留意到 他们经常啊 属于是夜猫子那种啊 很晚很晚才休息啊 其实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良好的啊 充足的睡眠啊 才能有一个比较这个好的心态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么最后呢 就是要培养一个新的兴趣和爱好 因为现在在美国相对来讲啊 条件也比较好啊 能够培养出很多新的兴趣和爱好 因为新的兴趣和爱好呢 也能够让你保持这种啊 这种一种比较积极的那种生活态度 而且呢 而且呢让自己的这种觉得很枯燥乏味啊 这种孤独的生活呢 会更加的丰富啊 当然你可能也会强调说 哎呀 我这刚刚来 是吧 我这还在找工作 或者我甚至连连这个饭碗都还没没 蓬稳呢 这个呢 只是一个借口啊 这是一个借口啊 实际上我刚才所说的这十个方法啊 其实你啊 每个啊 每个每个礼拜 甚至是或者是每个月等等 只要你尝试啊 不同的不断的尝试不同的方法 你很快就能够从这种啊 孤独紧张 甚至抑郁的状态中走出来 好 希望今天给大家的这些主意呢 能够有所帮助啊 那么啊 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可以发这个电子信给我啊 我的联络方式就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啊 然后呢 我每个礼拜天会选择个别的问题 进行答复 好 今天就聊到这儿 别忘了订阅表树砍世界 咱们下次再见